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深深地爱了我们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获得这份信心 使我们带着得救赎的确信生活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 求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保守住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儿女领受上帝的话语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得到上帝的保守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得到上帝的允许 主啊 在今夜 求主上帝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内心只一心专心爱主 敬畏上帝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信仰生活中 或许会遇到一些坎坷 那么就相当于一个皮筋拉伸的时候呢 这皮筋呢 要断开 比如说我们曾经都是做了世俗的奴仆 而从世俗的奴仆断开转回 归向主了 因主耶稣基督做上帝的仆人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遇到困难遇到坎坷的时候 一不小心又回到过去 又把自己陷入了沉沦啊 那遇到困难遇到坎坷的时候呢 如果内心实在不明白的话 可以来询问我或者是我的师母 或者是可以询问 这信仰里面的前辈们 这时候相信主会引导我们呀 信奉主耶稣基督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福气呀 上帝是最爱我们 是上帝最爱了大家 最爱了我 全能的上帝 因爱了我 因爱了我们的生命 使自己的爱子独生子 死在了十字架上啊 耶稣基督是因我的罪孽 因我们世人的罪孽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为的是我们的生命得救赎 为的是我们不至于灭亡啊 而且上帝创造这天地了 上帝创造了好了这世界之后 就已经把一切全给了我们 而我们却始终不知足啊 还在 甚至还违背了上帝 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背叛了主 人类陷入了堕落犯罪 陷入了绝望和地狱 而上帝呢 又向我们伸出了救援之手 派遣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背起了世人的罪孽 使基督 上帝向我们施的慈爱是多么的庞大 上帝怜悯我们 向我们施的怜悯是多么的庞大 我们人因小小的失误 不肯饶恕别人 记着别人的仇恨 记着别人的不好 而我们向上帝面前 真切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不再记着我的不好 上帝不再记着我的缺陷 上帝的爱多么的庞大 我朴牧师的罪恶太多了 我的罪恶 上帝让我们不要试探主 而我呢 我都放过这样的罪恶呀 大家千万不要试探主 格林的后书十章十节 抱怨的 上帝不喜欢的 我们人当今的本分 就是指一心意 专心爱主 顺从顺服于上帝的话语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切地向主认罪悔改 做四九段悔改啊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人当今的本分 就是指专心爱主 敬畏上帝 以福所书五章十三节 凡是受了责备 都会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耶稣基督是光啊 光照亮了我的内心 使我认识到 我是个赤裸裸的罪人啊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真切地向主认罪悔改 马太福音六章三节 我们右手做的好事 不要让左手知道的 我们只夸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 加勒太书六章十四节 而我们谦卑谦虚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 甚至上帝高举我啊 因耶稣基督的名 使我们享受这福气 使我们享受这好的祝福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而我们呢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甚至要利用耶稣基督 为的是出自己的名声 要抢走上帝的荣耀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呀 上帝让我们时刻醒察 我内心到底有没有信心 大家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自己的名誉 陷入沉沦呀 我们在这世上活着 在这世上 我的存在只为了主而活啊 而我们呢 总是想 甚至我们总是想抢走上帝的荣耀 甚至为了自己的名声 来到教会 结果把自己推向了败坏 我们找一下 民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大家在听讲道的时候 如果有些不爱听 或者是说内心排斥的话 把那部分好好记录下来 然后真心地默想一下 从圣经的话语中 认识到我自己的内心的邪恶 真切地向主认罪悔改 这时候我的生命得救赎啊 信心 格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内心要时刻醒察 我有没有信心啊 这信心证实 我内心有没有耶稣基督居住呢 耶稣基督是战胜了这一切的 战胜了世俗啊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 我内心有这份信心的时候 因耶稣基督能战胜这世界的一切 在这世上 很多人 蠢到什么程度啊 给猪 就是拜猪头嘛 就是祭拜偶像 祭拜那些假神 击败了猪头之后呢 做了这种魔鬼的奴仆了 这多么的傻啊 靠着信心能战胜这世上的一切啊 上帝创造这世界的时候 是让我们做支配和管理治理的 上帝并不是让我们给猪头跪拜啊 上帝是让我们治理和管理这世上的一切的 生物啊自然界啊一切并不是让我们做世俗的奴仆啊 当时耶稣赶鬼了之后 那个鬼 那群鬼是进入了猪群里啊 创世纪三章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大家不喊阿门 好像大家都没有明白呢 那先读一下民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一二 上帝非人 必不知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知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阿门 大家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吗 一定是如实实现的 上帝让我们时刻醒察我内心有没有信心啊 在座的各位 哪怕我屏牧师没有讲到这个内容 大家时刻要醒察我内心有没有信心 比如说每当我遇到困惑了 每当我内心不开心了 就时刻醒察 哎呀我内心是不是又离开了信心呢 如果我内心离开了信心 那这就是最可怕的呀 所以 每当醒察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信心的时候 真切的悔改 求主耶稣基督的保险搭救我 而我们呢 不照着上帝的话语行 反而呢 总是把自己推向各种各样的想法里 我们找一下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吧 上帝赐给我们的喜乐是补药中的良药啊 是最好的 每次 大家来到教会参加主日礼拜了之后呢 内心获得了平安和喜乐 又发自内心的喜乐和感恩感谢 从而又获得了力量 那么带着这份力量回到现实生活中 但是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挺过去了 到了周四开始 又 又开始绝望了 上帝教导我们 让我们时刻醒察 我内心有没有这信心 因为我们人太软弱 我们太容易就离开信心啊 诗篇55篇17节 每天让我们至少 悔改三次 那很多人就是定点来祷告 哎呀 早晨 中午 晚上 大家不要这个样子 24小时无限行的循环啊 每当我内心有忧愁 或者我内心有忧虑 我内心有纠结的时候 赶紧时刻醒察 敏感起来 哎呦 我内心是不是又离开了信心呢 主啊 求主保守住我的内心 所以我们要不住地祷告 不停地祷告 就像呼吸一样 这是不间断的 所以遇到困难 遇到问题的时候 赶紧依靠着 祝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到主面前 真切地认罪悔改啊 而我们遇到困难了呢 我们就把自己陷入这个困难里面 哎呦 绞尽脑汁地想 这事是怎么回事啊 琢磨来琢磨去 不要把自己陷入在这个困难里面 遇到困难的时候 首先醒察的是 哎呀 主啊 我内心是不是又离开了信心呢 我内心是不是没有 耶稣基督居住了呢 我是不是又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了呢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搭救我 使我归向主 我看到别人身上有不好的缺陷 我看到身边人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通过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自己 主啊 我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儿 我却不晓得我内心的凉目 我眼中有凉目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我又定罪了 我又判断人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其实我比人家更坏 我比人家更肮脏呢 这样真切地认罪悔改 真切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给我的是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啊 所以上帝的旨意 是让我们凡事感恩感谢 很多人说 哎呦 我认罪悔改了 怎么总是会遇到困难 总是有坎坷呢 上帝在看我的时候 我的心胸太狭隘 而我内心觉得 我很宽广 我们的心思和上帝的意念 总是相差甚远啊 所以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啊 那做父母的呢 做父母的替儿女祷告嘛 提姆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为所有的人祷告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首先要感恩感谢 感恩感谢上帝通过眼前的困难 提醒我 使我警醒过来 使我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地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 而且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身边所有的人祷告啊 格林的后书十三章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信心啊 这信心是什么呢 我们都希望领受大的祝福 但是呢 却省察不到 我内心有没有这份信心啊 甚至我内心多么的狭隘 我内心的信心多么的脆弱 我自己却察觉不到 但是我内心光顾着 要求大的祝福 哎呀主啊 给我这个吧 给我那个吧 但是我内心呢 不经意见 我又离开了主 又离开了基督啊 我们要真确地认罪悔改 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为我死去的 耶稣基督留下宝血 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我这个罪人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为他去召唤我这个罪人 能够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 因耶稣基督归向上帝 生命得救赎 得永生的天国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宝血啊 大家知道 有一次去非洲参加复兴会 非洲的人听了福音之后 因感恩感谢 一开始是举手 然后呢就拍手 其次呢 就举起 举起凳子 举起椅子 因为高兴啊 因为听了福音 高兴 内心激动啊 我平常牧师当时就不理解 哎呀 听讲道的时间 怎么突然举起椅子了呢 因为高兴过度 太激动了 当时我们都用录影带 录像好了 当时我们去的是乌干达 上帝的话语绝没有谎言的 马太弗音八章十三节 马太弗音八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阿们 牧师这里没有提到说 你的信心是大的呀 马太弗音八章四节五节 大家可以读一下 耶稣当时说了 哎呀 你这信心真大 能呼喊耶稣为我的主的 能献出生命来 只求为了见耶稣的 这信心是多么的 这信心何等的大 百夫长当时来找耶稣 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这是献出生命来找到耶稣 这时候 他的仆人得到了医治 我们呼喊阿们 求主赐给我庞大的信心 像百夫长一样 能够舍命 献出生命来爱主 爱耶稣基督 只跟随耶稣基督啊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只要我今天有这份信心 我家里的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而这信心 我怎么这么容易就离开这信心呢 我内心有小小的私欲贪婪的时候 就离开了这信心了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信心是什么呀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的 全靠上帝的恩典 不是靠自己有的这信心啊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获得了这份信心啊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阿们 所以我内心有担心忧愁 我内心有忧虑 纠结的时候 焦虑的时候 说明我又离开了信心啊 时刻省察自己吧 我们一起找一下 提摩太前书四章 一到二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了 我内心离开了真道 我就开始担心忧愁 有自己的想法 听从都是魔鬼的理论了 很多人来到教会 很多人信主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符合自己的心意的 我听从 我觉得这个不对 我就不听 这不叫顺从吧 这不叫信耶稣基督吧 甚至牧师教导的 牧师讲的 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来挑着听 挑着顺从 当然了 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听讲道的时候 都要圣思明辩 求圣灵的分辨力 保守住我 求圣灵帮助我 使我 圣思明辩 只听从 耶稣基督的福音 只听从 耶稣基督的话语 这信心 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是上帝赐给我的恩赐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获得了这份信心啊 因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能有机会认罪悔改 来归向上帝 而我内心 太容易就离开了基督 因世上的担忧忧愁 因世上的钱财 我就很容易就离弃真道 甚至离开基督耶稣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上帝告诉我们 应当义无挂虑 把一切交给主啊 把一切交给主 而我们在生活中 太容易就 反复无常的 又是离开信心 又是离弃耶稣基督啊 而上帝始终向我们 伸出救援之手啊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恶 上帝给我机会认罪悔改 所以趁现在赶紧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吧 提摩塔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阿们 所以我脸上 我现在内心如果没有平安的时候 赶紧醒察一下 哎呦 我是不是又离开了信心 我内心没了信心了呢 就开始不开心 不喜乐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上帝赐给我的心 是平安的 是喜乐的 而我内心离开了信心呢 我就爱世俗了 什么是魔鬼的话呀 就是世上的理论学说 爱看电视啊 按照世上的标准 按照世上的价值观 来看待一切 我内心要听从的是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听从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 并不是这世俗的价值观啊 所以时刻醒察 我到底在听谁的 我内心聆听谁的话 就取决于我的疾病 能不能得到医治啊 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节 那当今很多的教会 都成了假的教会 传讲上帝的话语 都在讲假的讲道 为什么说成了假的讲道呢 不照着耶稣基督的话语讲 不讲主耶稣基督 按照世上的理论 学说讲 那就成了假的讲道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听讲道 都要深思明辩呀 我们不要做世俗的奴仆啊 上帝是让我们支配管理 治理这一切 不要听魔鬼的 世上有钱财 世上有名誉 世上也有自然 世上有很多的物质 而上帝的儿子 是制服这一切了 唯独靠信心 唯独靠耶稣基督 才能战胜这世俗的 一切的诱惑啊 我们找一下 约安音师五章四节 我们一直以来 总做世俗的奴仆 上帝是让我们 做上帝的儿女 这世上的一切 仅仅是支配管理的对象 治理的对象 而我们呢 有了钱财 就开始做钱财的奴仆 有了名誉 就做名誉的奴仆 上帝是让我们 做世上的 上帝是让我们 在这世上做光做盐 做上帝的儿女 支配管理 治理一切 并不是做钱财的奴仆 并不是做名誉的奴仆啊 而我们呢 遇到困难了 就做了这困难的奴仆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能战胜这一切的 所有的问题 都能得到解决 疾病能得到医治啊 这是上帝和我们 立下的应许啊 这正是靠信心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啊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上帝真的是最好最好的 我们要 上帝是应当得 这送赞和赞美的 我们要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送赞上帝 多么多么的好啊 信耶稣就是这样的好 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二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阿们 有没有信心呢 时刻警察自己 我有没有信心呀 我们呼喊阿们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阿们 而我们呢 败给自己的钱财 败给自己的疾病 败给自己的 那些 其他的世俗上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总是 做世俗的奴仆呢 这说明我内心 又没了信心呀 我们呼喊阿们 只有信心能战胜这世界呀 比如说一头牛 牛是牵着他的这根 鼻子上的这根绳的 并不是让我每天背着牛走啊 牛的主人是骑在这个牛上边 上帝是让我们战胜这世界 是让我们在这世上 做光做炎 支配管理 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战胜这世界呀 靠信心战胜这世界呀 真确的志愿大家获得这份信心 上帝多么多么好 我们一定要获得这份信心呀 靠信心战胜这一切 而且这一定是可行的 这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负责的呀 真确的志愿大家 我们今天蒙这恩典吧 大家来到了主面前 大家知道豆子 在甘北的豆子 每天浇水的 这豆子也会发芽的 这豆子也会成长起来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使我们成长 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造就我们呀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造就我 使我成长养育我呀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福气呀 所以我们每个人时刻醒察 我内心有没有这信心 有这信心就能战胜一切 信心战胜钱财 尽心战胜一切的名誉 信心能战胜一切的疾病啊 信心能战胜恶魔恶鬼的 世上人都败给恶魔恶鬼 大家知道巫婆搞邪术的 那仅仅是讨魔鬼的欢心 并不是战胜魔鬼的 而只有耶稣基督是战胜一切的魔鬼 而且灭绝魔鬼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 我们呼喊阿门来获得这份信心吧 我们把这最好的财富 正是信心留给儿女啊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份信心呀 所有人 每个人 每个灵魂都要获得这份信心 信耶稣基督战胜这一切吧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而这份信心唯独靠耶稣基督才能得到啊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 菲利比书三章九节 唯独靠耶稣基督使我们获得这份信心啊 那么 只有靠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义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保险赦免我的罪恶 为什么让我们做四阶段悔改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保险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是解决我们这罪恶的问题啊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有机会认罪悔改了 有了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才能认罪悔改啊 我们找一下以弗所说一章七节 再亡梗的罪恶 再无悔肮脏的罪恶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才能得到赦免 得到洁净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真切地认罪悔改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为止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呀 有一次我朴牧师坐飞机 因天气的原因呢 这飞机不能如实降落了 靠信心能战胜一切的 靠着信心的祷告 是得允许的 有一次去常白山 当时当地人就跟我讲 就是常白山那天气呢 很难预测的 地面上如果下雨的话 爬到山顶上 那天气是有很多的雾啊 而上帝给我的感动是让我爬上去吧 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爬山 当时当地人就劝我 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地面上天气好 到了山顶上 搞不好还会有雾气呢 确实了 爬到山顶发现 看不见全是雾 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看不见眼前呀 我当时就求告上帝 我该怎么办呀 上帝说 大声地呼喊 看得见 眼前分明什么都看不见 上帝让我喊 我就喊了 我看得见 大声喊了五次 那还是看不见 喊了还是看不见呢 当时有很多人跟着我 当时为什么那些人跟着我呢 因为他们看见我 朴牧师赶鬼了 当时有一个年龄 大概有四十岁的一个 身体很强壮的年轻男子 而朴牧师给他 做了按手祷告之后 他得到了医治 就赶走他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然后他就一直跟着我 我爬到山顶上就喊了 看得见 看得见 但是喊了之后呢 确实也看不见呢 越是往上爬 风也大呀 风大的特别的 风也大 风吹得也响 风吹得也响 看得見 昔 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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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可不见 看得见 看得见 看得到 看得到 哇 正在那里出发了 真 jestem,神 ace stay la 我們多多好好好 感激落包這些 所以我這樣還有真致 lifestyle corpo veulent 師父好 好親兄弟,感受 Down 你再出一次,看著你 你爲子把我不接,我不管要 看運勞! 看著你! 快看 兄弟! 你就乖,看你了! 我看你,看你,看你 兄弟! 趕着好 Clinical 妈妈,好吧 哇!哇啊 Congress打�U 哇! 特殊 Ces驹椰! 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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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神佛七口可你共亂 liksom Steam,有没有没有 continue inί 少神佛七口可你慢慢来 真是好大人 这不在这 小啊 我自己来看 我杀资料放在那里面 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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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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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奇连的 故事发来得到的 好 你快遊 好 这套我 来 这门 这这套 这套 这套 这套这套 但是呢 突然 大风一吹来 那雾气全散开了 雾气全散开了 当时当地人就特别的惊讶 哎呀 能在长白山顶上 有这么好的天气 真的是太不寻常了 靠信心的祷告 就是能得到允许啊 靠信心能战胜一切 天气也全都能战胜的 然后当时跟着我的那些人 我让他们跪着一起祷告吧 因为他们就是见证了嘛 他们看见赶鬼了 然后 他们看见那个 长白山的雾气也全散开了 我就让他们跪在那里 祷告 我们为南北统一祷告吧 上帝赐给我权柄 上帝赐给我权柄做主的事 这正是靠信心呀 这就是信心呀 只要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信心 这是多么多么的精彩呀 有很多牧师跟我在海外 参加过复兴会 他们就是只要跟朴牧师在一起 天气就很奇怪 为什么有天气奇怪的现象呢 要经历 为的是让我们经历这个靠信心的祷告啊 那么我们的问题出在哪呢 我们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始终察觉不到我内心的罪恶 今天通过上这道话语来认识到 我是罪人 我的身份是罪人 耶稣基督降师 为的是召唤我这个罪人 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呀 我们随着生活上的经历经验 年龄越大 年龄越大 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经历了很多的辛苦 有些人年龄大了 吃不了东西 因不能吃东西 结果身体特别的瘦弱 最终因挨饿去世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呢 我们今天承认自己是罪人 认识到我的罪恶 那最大的罪恶就是 不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不承认耶稣基督 一直没有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不信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我们真切地求主饶恕 这是我的罪恶 在今天我们真切地认罪悔改吧 我们找一下真言九章十七节 真言九章十七节 我们今天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内心聆听这是上帝给我的声音 是上帝给我的教导 我读了 我就承认主啊 我确实犯了这样的罪了 真言九章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阿们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韩国也有一句俗话 很类似的 就是搞外遇的人 犯淫乱罪 偷吃啊 偷偷摸摸地犯淫乱罪 觉得谁都察觉不到 这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人类的罪性和邪恶呀 很多人在这世上都犯过罪 我们内心都有偷盗的心 我看着谁的东西好了 已经是犯了偷盗了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那我内心贫穷了 我才会看 我总是会羡慕人家的好嘛 这不分贫穷啊 我见过有些有钱人的太太 也会去偷东西 因为就觉得刺激呀 哎呀 这偷东西的这种刺激 偷偷摸摸地拿了别人的东西 在购物的时候 偷偷摸摸地不结账 就寻寻这种一种刺激 偷来的水是甜的 按吃的饼是好的 所以很多人 在外面偷吃了之后呢 就不回家吃饭 嫌家里的什么都不好吃 那有些人就说了 哎呀 我见过我爷爷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在外面搞坏事的人 在外面搞坏事 寻找那种刺激的人 就犯淫乱罪呀 偷偷摸摸地犯淫乱罪 在外面搞外遇 那犯了淫乱罪的人 临终临去世的时候 非常的惨 特别的凄惨 我们找一下真言二十章十七节 什么都吃不下 什么都吃不下 而且身体瘦弱 挨饿去世 因为一直欺骗呀 偷吃吧 又是搞外遇了 犯淫乱罪 那这都是我们的人的罪性 我们的邪恶呀 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都在犯罪 因为我们 我们意识不到这是在犯罪 上帝给了我们最庞大的爱 这就是耶稣基督啊 以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 在基督耶稣里 上帝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在基督耶稣里 不会再去犯罪了 大家知道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总爱骗行骗 说是去外面买菜 结果呢 去跳过舞再回来 嫌很刺激 特别好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 让我去犯罪 因为知道这犯罪 最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 是勇火 是地狱呀 谁能忍受得了 那勇火地狱呀 我们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长辈们 因搞外遇 犯淫乱罪 林中林去世的时候 多惨呢 想吃东西也吃不下 因为 厌不下东西 也吃不下东西 最终真的是活活饿死的 那这样 这都是我们人的罪行 我们不是指责谁 或者是数落谁 我们身上也带着这样的罪恶 而信心 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 饶恕我这样的罪行 当我承认耶稣是基督 当我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为我的罪恶流出来的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呀 真言二十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与虚晃而得的食物 人觉甘甜 但后来他的口 必充满沉沙 阿们 我们见过很多年长的人 也不懂得认罪悔改 也不认识耶稣基督 然后很多老人就说 哎呦 这饭吃得不香 像吃沙子一样 在座的各位 大家或许在吃东西的时候 吃什么也不香 吃什么也不甜吗 赶紧承认我的罪恶吧 实实在在地承认我的罪 主啊 我犯了淫乱罪啊 主啊 以前我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不承认耶稣基督 是我的救赎主 我没有信耶稣基督 甚至藐视了 主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 主啊 我犯了淫乱罪了 我搞外遇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实实在在地承认 坦白自己的罪恶 向主悔改吧 承认自己的罪恶 悔改 这时候上帝赦免我 饶恕我的罪 上帝的话语 多么多么的好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 年长的奶奶 年长的爷爷 去世的时候 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一口饭都吃不下 特别的苦啊 受尽煎熬啊 大家说在韩国 财阀们去世的时候 一口饭都吃不下 那平时都是因什么样的行为 才沦落到那样的地步呢 所以我现在有一口气的时候 还健康的时候 真切的认罪悔改 趁早的 跪拜在耶稣基督面前 承认我是罪人 主啊 求主饶恕我 耶稣基督将士 正是为了 呼唤我这样的罪人 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啊 认罪悔改了 就要离弃罪行 不再犯罪啊 我们今天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的时候 上帝就饶恕我的罪 而且赐给我信心呀 我们找一下 愿意书一章九集 我们的罪恶得到饶恕了 灾难和罪恶 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应许 多么庞大的爱呀 大家吃什么吃不香的时候 为什么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呢 曾经偷吃的 曾经偷偷摸摸犯罪 贿赂啊 搞淫乱呀 这些罪恶 我们承认吧 悔改自己的罪恶吧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 不肯承认自己的罪 为什么始终 不肯认罪悔改啊 我们的罪恶 都落给儿女了 都留给儿女了 今天了结自己的罪行吧 我们误会肮脏的罪行 我内心的邪恶 赤裸裸的直白的向主 一一的坦白承认 诚实的告白自己的罪行 承认诚实的向主认罪悔改 主赐给我信心的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呀 愿意书一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偷东西了 我们偷吃了 我犯淫乱罪了 我偷 我甚至搞外遇了 搞淫乱罪了 大家知道这世上我们人都犯了这类的罪行 谁都偷过东西 谁都偷吃过 我们都搞过外遇 电视剧上的那些剧情啊 都是什么内容啊 都是在偷偷摸摸犯罪的剧情啊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都寻求这样的罪行 寻找刺激 而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排斥这一线的罪行的 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就喜欢罪恶 活在罪恶里 而因罪恶的代价 就是死亡 而死亡是永活的地狱呀 地狱 地狱的煎熬 人是一刻 别提一刻钟了 一秒钟都忍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最需要的 我们仅需要的是 耶稣基督的保险 求耶稣基督的保险 饶恕我这一切的罪行啊 我们每个人向主承认 主啊 我是罪人 我需要耶稣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的罪 我们呼喊阿门 求主赐给我这份信心啊 我们家庭里 我看到的那些 我看到的一些 不好的疾病啊 灾难咒诅啊 今天我们通过 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切地承认我的罪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恳切地祷告 为国家祷告 为民族祷告 为身边的人祷告 为家人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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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主啊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 这样庞大的恩典的话语啊 主啊 真的 我偷吃了 偷吃的 觉得什么都好 偷喝的水 觉得甜 主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 主啊 我错了 我犯罪了 主啊 是我错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赐给我这份信心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能够为国家 和民族祷告 做真实的爱国者 我父上帝 感谢您 感谢我父上帝 上帝多么的好 感谢上帝 给了我最宝贵的 珍贵的爱 正是耶稣基督啊 求主赐给我们 这份信心 求主赐福于我们信徒 使我们所有的人 获得这份信心 主啊 是我错了 主啊 是我错了 是我犯了罪 是我犯了淫乱罪 是我偷吃了 是我偷东西了 我搞淫乱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过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我父上帝 求我父上帝 饶恕我 怜悯我的罪 主啊 是我犯罪了 是我偷东西了 我偷吃了 我犯了淫乱罪 我搞外遇了 是我错了 全是我犯罪了 我父上帝 求主怜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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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在这时间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的罪恶得到饶恕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这信心 唯独信心是战胜这世界的 唯独信心是战胜这世上一切的罪行啊 主啊 我们感谢您 主啊 唯独信心战胜这世界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我是个罪人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这信心 使我们靠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 战胜这世界 我感谢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